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 发了月之后 它就出现障碍了 我们知道我是居于立 如果它发了月以后出现障碍 那是宵夜 如果是佛菩萨的家 它要相信佛菩 它要相信它真的是坐在那 发月要去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 或者利益众生的 或者是承道的事 弄它回去 不管遇到善于立经 或者送经 都好 都在成长 它向着它月里奔去就行了 为什么一定是发了月就送了呢 以前 其实绝大部分 它如果是发了月 说真的是因为发了月的话 如果不是因为发月的话 这个问题就不成为问题 因为它的病不是因为发月导致的 如果它发月要成道或者要做什么 因为这个月而出现了问题 我相信那就是宵夜了 那就是清理它的一些 身心的障碍了 这是好的 我们都发月成道嘛 这个月好大的 不要这个月太大了 发月成就嘛 走完成就不上正等 所以那很多人说 老师你不听闻佛法 还好听闻了 我反而不送你了 家里我反而很多 我以前干点坏事吧 不是坎坷 现在还又考虑因果 又考虑报应 又什么六道 还有什么 就很多想法 反而是坎坷不安 反而活得不自在 那刚开始都是这样的 这并不是 这是你成长的一个过程 这些并不是说 我发了成就 我要修行了 然后宁愿收了 不是这样 这个不是 是当你以前 你并没有绝照到那些东西 以前那些东西在那儿 但是没有发生 有些东西 但是当你嘛 当你要是发月 要这样做的时候 你教证了自己 有些东西就呈现出来 或者是借助一些佛菩萨护法的力量 让它呈现出来 套学就是经过他胃内的方便 都可以吧 我觉得如果是真的跟他月内有关系的话 也有可能跟他发月没关系 那有一些很明显的事情 他正好要病了 你前天发了个月 他正好明天要感冒 今天发了个月 他说应该 我发了月才感冒的 这其实是没关系嘛 这本事是吧 他认为有关系 可能 这个是一种 另一种就是 如果真的是与月内有关系 那对他是好事 应该是好事 是 难道他不发月 他就不病了 搞搞我们修法一样 你要跟自我做斗争了嘛 你要放下喜气欲望 谈成吃卖 你要进入无分别境界 那首先你要出三界 这等等所有 损害了自己的自私自我的东西 然后我执在破 破我执那不是伤害自己嘛 身边的亲人朋友 都觉得你损害到他们的利益 我们报月啊 撑恨啊 障碍啊 一大部分 他这个是过程 好 对 我不能 从聖门 现在 何选择 是 温戏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